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大家好 我是袁音 文川地震灾区北川县的52位村民 日前到国家信访局请愿 但遭到当地解访人员拦截关押及殴打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四川地震后 官方一再宣称救灾山后的功绩 但地震三年多后 仍有许多灾民因官员贪腐而为得安置 他们辅经诉冤 后遭打压 北川县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 雷谷镇和永昌镇的数十位村民代表近期到北京上访 遭到解访人员骚扰 村民黎元翠说 他们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的来了三十多个人 北川县八百余有户籍 但没有房屋的 灾民选出了52名代表到北京上访 反映当局在地震后 未对他们进行安置 52名维权代表抵达北京以后 遭到地方官员派人拦截 13人被抓回 6人被拘禁在北京的酒精庄 访命临时安置区 湖南烟草公司买断员工集体拉横幅请愿 要求恢复职工身份和待遇 以下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晓的报道 要公平 要公正 要公平 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宠治腐败 宠治腐败 还我们劳动群 恢复我们职工身份 50多名分别来自称州和永州的烟草买断工人代表 聚集在湖南省烟草总局门前请愿 他们拉起还我工作还我职工身份 尊重工会法尊重劳动法诚挚腐败等标语 这些维权工人在烈日下等到下午没有领导接见 而是警察的强制驱散分别被解访人员强行带离现场 回到地方后 称州的何彦平及杨小鹏被处以治安居留10天的处罚 另外永州的胡日生等4人被处以行政居留10天以及5天不等 湖南称州市及下辖多个县 300名烟草公司员工04年被强迫以1万到2万元不等的一次性买断 其后物价飙升 眼看着烟草公司的工资一积极提高 而自己的岗位被领导亲戚朋友顶上 这些买断员工感到强烈不公 开始了集体上访 外界对赖昌星的案件再度关注 有媒体报道说赖昌星目前正被秘密审讯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宇的报道 不少人认为没收程序能减少贪污 因为有些贪污者要很长时间才能引渡回国 像赖昌星遣返花费12年 有些甚至根本无法引渡回国 苹果日报之前的报道表示 虽然赖昌星被指控罪名是走私普通获顾罪 但因案件的特殊性 实际视之为敏感的政治案件 禁止境内媒体擅自追踪报道此案 这也是上个月22日 赖昌星从加拿大遣返回国之后 突然在大陆媒体销声匿迹的原因 海外博讯网日前报道称 赖昌星从加拿大被遣返中国之后 被送往一处秘密场所 当局对他进行秘密审讯 其一举一动都遭到隐秘监控 在关押的囚事里就有四个摄像头 办案人员24小时看守 对赖昌星的审查人员来自最高层 因为和众多相关机构有瓜葛 并不是公安系统进行审讯 良明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杨玉奎 寻衅滋事一案 二审周二下午在北京宣判 维持一审有期徒刑五个月的判决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丁晓的采访报道 杨玉奎的妻子周素颖 周二下午转告本台记者 没开条 没开条只是宣漫 对他判的不服吧 孩子出生后经历了被错误 进行皮下注射卡戒苗的医疗事故 其后引发了免疫系统疾病 地方政府拒绝负责 杨玉奎夫妇带孩子到北京看病 并于去年开始了上访 他曾与其他疫苗受害儿童家长 一同往卫生部请愿 被保安打断了肋骨 杨玉奎因多次前往北京儿童医院 要求不要隐瞒孩子病情 7月27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 8月15日该案即在西七城区法庭 以审并当庭宣判 第一届中国与亚欧博览会开幕式 星期三晚在乌鲁木齐的新疆人民大会堂去行 当地保安措施严密 许多商铺被迫停业 以下请看自由亚洲电台 驻香港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一位市民当天告诉记者 在迎宾路和苏州路那一带 下午的时候警察一定一辆 警察一直在响 在互联网亚兴社区 有网民说前一天晚上 直升机也在天上盘旋 每五分钟一趟 早上六点才睡着 也有网民对当局大张旗鼓的过度维稳 非常愤怒 对于民航管理局要求 8月27日23时至9月7日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及喀什 库尔勒 阿克苏 和田 伊犁等机场 均暂停收运各类货物 含邮件 乌市国际达巴扎等 出售民族商品的店铺 当天被勒令停业一天 市民告诉本台 市内气氛明显紧张 连酒店门外都有特别措施 17名台湾的大学生继研究生 7月中访问流亡藏人行政中心所在地达兰萨拉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的报道 7月中台湾图博之友会组织的达兰萨拉访问团 17名参访团员分别来自台湾清华 成功等不同大学 在两个星期的行程中 这群大学生先参观了藏人中央行政机构 儿童村 重要寺院和非政府组织等 会晤达赖喇嘛是青年参访团 形成的另一个重点 团员梁贝玉简介了参访团 向达赖喇嘛提出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爱 第二个问题 佛教中例如空等理论 能不能用科学证明 最后达赖喇嘛认为 一方面 流亡本身是一种政治压迫和迫害 但是 反过来说 这也是一种机会 让西藏的文化和藏传佛教 能够传扬到世界各地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我是袁一 谢谢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